在節目開始以前 別忘記訂閱並按下小鈴鐺 不要錯過樂手槽的更新喔 如果你需要樂器的火力支援 也可以上樂手槽的YSOMART 嗨 大家好 我是熊 歡迎來到樂手槽的頻道 對於樂手來說 當你補足了增益器效果器 例如 Overdrive, Distribution, Fuzz, Preamp 之後 下一個你要面對的 大概就是空間系效果器了 感冒好難過 而Delay 通常就是樂手會下手的第一個目標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 Jam Paddles的Delay Lama Mark III Gix Tim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什么是Delay里面曾经介绍过了 Tab Echo Analog Delay以及Digital Delay 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它的差别在哪里了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欢迎去收看那一集节目 总之Analog Delay的特色是它复制出来的熏陶 高频会先消失 Tab Echo的特色是低频会先消失 Digital Delay则是平均的淡出 Delay欄网基本上是一个Analog Delay 它有着高频会先淡出的特性 这类型的Delay通常会有着因为保留了太多的低频 而导致声音很浑浊的状况 Delay欄网非常有趣一点是 就是当你给它的音量 比如说你的punch比较大的时候 或者是你前一战的音量开的比较大 比如说你的破音音量开的比较大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低频也提早消失的特性 这件事情我测试了非常的久 因为我一直觉得那里怪怪的我有时候谈它的高频先消失 有时候谈它的低频消失这样 那应该是它内部有一个compressor的机制 像这种那个他们讲BBB Bugget Brigette的Delay 他们都会内部会有一个compressor的机制 那可能在这个机制的时候 它可能遇到太多低频 它就会先把它压掉 也就是它同时会带有一些Tab Echo的特性 那这样的结果是相较起传统就是比较暗的Analog Delay 来说Delay Lamar它的音色其实是比较清晰的 比较不容易混浊 这也让我觉得它非常的有趣 音色刚刚听我这样介绍起来很复杂 对不对 但它面板其实非常简单 L调整音量 听一调整Delay的间隔 R是调整Delay的播放次数 旁边的Switch是就是踏板这边那个Tab踏板的拍号 分别有八分音符、四分音符 跟我最喜欢用的附点八分音符 只是要特别注意的是 它这个Tab灯号的频率 是跟播放出来的时间轴 而不是跟你踩的时间轴 所以刚开始用的时候 可能在视觉上会怪怪的 但是实际使用起来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 因为我个人来说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空间器效果器 对Delay效果器我在意的点就是 有没有Tab 有没有拍号的选择 那再来就是有没有Trail这件事情 那Trail的意思是说 当你关掉效果器之后 你的空间器是不是会自然的延续到 它就是运算完为止 那Delay Lamar可以透过切换 True Backpass Buffered Bypass 两个模式来选择 是否开启Trail功能 一般来说就是Buffered Bypass是有Trail的 OK 那它还有一个对我来说的加分选项 就是当你踩着Tab 踏板之后会进入一个无线feedback的状况 对 我习惯就要Twist啦 那我觉得这个功能是最好玩的 Yeah 所以接下来的Demo呢 我会玩两个老把戏 一个是-8分衣服 另外一个就是Twist这件事情 MING PAO TORONTO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如果你是高封街的空间系玩家 就是你对空间系有基本认识 但是你想要一个操作性更完整的空间系的话 的Delay的话 我想这颗会是你的好选择 因为Delay Lama 就像我刚讲的 听起来复杂 但调整很简单 对它只有三个旋钮 然后有拍还有Tab 踏板就这样而已 它没有太多复杂的面板 它没有一堆参数要调整 当然它也没有Preset要储存 但它却很完整 现在Delay该要有的东西 它都有提供 所以官方称它为Modern Classic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一件事情 Delay Lama身为Gem Paddle的一份子 同样有着精美的外观 已经包装 一样让购买的朋友 在打开它的过程中 有一个拆礼物的感觉 如果你对Delay Lama有兴趣 或者是对其他Gem Paddle 产品有兴趣的话 你都可以到YSOMAR上面找到它们 也欢迎你用新台币下架它们方式 来支持我们制作更多的影片哦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YSOMAR的频道 也不要忘记追踪YSOMAR的Instagram 有新玩具到货 我们都会发布在上面哦 那就先这样 拜拜